欢迎收看大白话有愿 我们是大白话和小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航班蛇魂 非要说 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是不知道哪一年的美国哈瓦尔 也就是传说中的混沌碌碌 咱们的狗圣子本来在这里要出浪玩 结果不小心目睹了一起杀人事件 而对方就是臭命昭著的大坏蛋 虽然都知道大坏蛋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警方一直没有证据都治不了他 这一回不一样 狗圣子亲眼看见他杀人 当然人家大坏蛋那是必须要杀人们口的 就在狗圣子要被杀手杀害的时候 咱们的男主大老黑及时出现 把狗圣子从杀手的手中救了出来 原来呀 大老黑是一个FBI的探员 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保护狗圣子 希望他可以出庭作证 此生大坏蛋的犯罪行为 一开始狗圣子肯定要拒绝 因为人家势力太大 我也不干扰了 后来大老黑就说了 他势力再大 还能有我们单位大吗 再说了 你就算不指挣他 你也活不了 听我的话 我保证让你活着 就这样 大老黑带着狗圣子 准备前往洛杉矶 到当地的法庭来指挣大坏蛋 要说FBI就是厉害 坐飞机 整个头脑舱都包下来 其他人都给我坐经济厂 爱谁谁 爱咋咋地 虽然咱们女主空姐大嫂 有点不愿意 但可是也不敢说啥 当然了 作为全美国最让人闻风上满的大坏蛋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轻易到洛杉矶来作证 必须想办法整死你们 飞机还算是正常的运行的 乘客们也是行行射射 啥人都有 大家交流不算多 不过也是比较和谐的气氛 可惜啊 后景不长 没过多久 破舱中就出现了一堆毒舌 这些毒舌 顺着各种管道 就慢慢来到了乘客的机舱中 这个时候 飞机偏偏还遇到了极其恶劣的天气 而且还出了一点点小故障 机舱下去修理的时候 就被毒舌直接咬死 其他人还以为是心肠病发作的 这下好了 刚起飞 机长就死翘翘 机舱外面也发生了事情 大量毒舌 来到大家的周围 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人被舌攻击 一时间 所有人都很慌乱 这可咋整啊 关键时刻 还得是咱们的大老黑 身为公务员 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上 在他的疏导之下 所有人都躲到其中一个机舱 除了干领儿饭的 剩下的都还活着 不过咱们必须要想想办法 对不对 大老黑就给自己同事打电话 这边的情况 同事的办事效率 那家伙也很快 马上找到最恋爱的毒舌专家 但可是 专家说 你得把所有的蛇的样子告诉我 要不我可不知道你都是啥蛇 该准备什么血清 就在大老黑准备给专家传图片的时候 副机长又被毒舌攻击 调进了驾驶室的维修舱 这扯淡不扯淡吧 飞机正在急速下降 大老黑和空姐大手一起合力 把飞机使劲的往上拉 经过了十分艰难的控制之后 终于把飞机的高度再次拉高 这年头 男人啥都要会一点 说不定啥时候就能用上 副机长也还没死 从飞右舱里逃了出来 并且设置了自动驾驶 原来飞机也有这个功能呀 我还以为只有特斯拉有这个功能呢 看来是我闪炮了 飞机下坠的事情刚刚解决 空调系统又出现了故障 如果空气不流通 大家都得憋死 大老黑就问副机长咋回事 原来是什么什么系统出故障 必须要手动开启才会空气流通 大老黑又到货舱中去找空调系统 但可是根本就打不开卡不住 这里还有很多毒蛇 好危险吗 主角就是主学 大老黑克服了重重困难 冲起了空调系统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另外一边 大老黑的同事也找到 卖给大会段毒蛇的人 这里有毒蛇的清单 所有血清都可以准备好 万事俱备就等你们安全降落 这个时候 之前被蛇咬的副机长 现在毒发身亡 驾驶室里都是毒蛇 我们现在积蓄一个会开飞机的营 还真别说 还真有会开飞机的 一个小胖哥 为了把驾驶室里的毒蛇全部清除 大老黑让大家都把自己固定好 他又把飞机窗子打破 把毒蛇都吸出去 果不其然 这飞机的窗子被打坏 威力很大 不断蛇都被吸走 一个个的大活人都很危险 好消息是咋的 在小胖哥和大老黑的努力下 还算是有惊无险的 把飞机停在机场 虽然小胖哥只玩过游戏开飞机 就这样 除了死掉的剩下的都活着 大老黑趁机也约一下空姐大嫂 狗胜子这边也聊到一个空姐小妹 一切皆大欢喜 大坏人等待着法律的制裁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好好努力赚钱吧 争取坐一回飞机 不要像大白话 都不知道飞机厕所在哪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摸摸摸